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过一个星期的学习 周末就是学生好好休息和玩的时候 但是如果学生要在星期六上学 又会有什么感受呢 很想想 因为要上学 也不会特别累 不过如果我可以的话 当然希望在星期六不用上学 如果回到星期六的话 第三段考完试就可以立即放 那就更好 暑假可以更长 我觉得回不回星期六也没所谓 学多日晚不要紧 那老师有怎么看呢 我觉得如果在相同的学习量 我觉得回星期六其实是有好处 我本身现在不用回星期六 我都觉得自己也有点忙 所以不要叫我回星期六 一周回五天半 一至五接近四点放学 而星期六就只是回到中午十二点三 他觉得升上来中学之后 变成要回星期六 对他来说会比较忙 早上上会很惨地起床 一会后要去学校 一会冲回家吃饭 一会飞到家吃饭 一会再去兀里钢琴 平时在星期六 爸爸妈妈也都放在家 用在哪里想 你爸爸妈妈都放在家 你又不会放在家 有些家里饭 还有一些家里饭 对不对 老師當然慘,要上班 星期六還要上班 平時大人都要,星期六就不用上班 我以為那些日餐很可憐 雖然我們自己也很可憐 他亦都覺得多半天 不會特別提升他學習的效率 他不想再有一個星期六要上班 多了點氣出來 做 溫習 吃多點東西 去逛街 射爆他 總之一個字 澳門的學校每學年教學活動時間 受法規規定 根據特區政府在三年多之前發布的 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 每學年度 學校實際進行教育活動的時間 不可以少於195個上學日 澳門的幼稚園 每週教學不可以多過15小時 小學每週教學 介乎1080至1400分鐘之間 中學分成兩階段 初中每週教學介乎 1120至1600分鐘之間 而高中每週教學介乎 1200至1720分鐘之間 如果一間全日制學校的初中實施五日上學制 首先 用最低限度每週教學時間的 1120分鐘除以5 得出每日上224分鐘的課 如果40分鐘唯一接課 一日只要上六課 就可以符合規定 按計算結果 如果早上9點開始上課 每次小息有10分鐘 中午有兩個小時午飯時間 上下週各上三節課 理應下午3.8就可以放學 另一方面 就算放有一般大約20日的公眾假期 一個學年的上課日都只是大約長42週 也差不多是由9月初到6月尾的長度 林Sir在梁俊熙讀中學中教書 平時他不用星期六上班 他說回星期六是好是壞 要視乎是在老師還是同學的角度看 一星期我上十三課 其實我星期六 其實我現在都是有另外 就是學校以外的工作 而且都不是在澳門 所以我星期六很多時候 都會去了香港 等等的地方 所以星期六基本上你不會見到我 知不支持回星期六 如果我是一個 用我學生的想法 我當然是覺得 多點休息反而會更好 我經常覺得上課很累 回到家 你又叫我溫習 但我又很累 怎樣溫習 但反過來想 如果以一個老師的身份 又想回頭 如果你上課的時間都是這麼多 但你星期六不上課 其實星期一至二要回到更多 你要是早些上課 要是遲些放學 其實我覺得 可能會 其實效果會更差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相同的 學習的量的話 我覺得回星期六其實是有好處 我本身現在不用回星期六 我都覺得自己 都有點忙 所以不要叫我回星期六 哈哈 節目訪問過和梁鑽希同校的學生 他們都表示 雖然不同意要回星期六 或者不了解為什麼要回星期六 但是就未曾向學生會等方面求助或者了解 原因又是什麼呢 求助都解決不了 學校沒可能突然之間 又不用回 我也快畢業了 回星期六也沒所謂 跟他們又不熟 說來做什麼呢 學生會不會嗎 可能幫到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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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